台湾的防疫成绩又获国际肯定 英国的媒体《每日电讯报》赞许 蔡总统或许是全世界应对疫情最好的领导人 而国民党立法委员认为 防疫是台湾2300万人的功劳 这连总统也承认 因此强调感谢大家努力 台湾防疫表现在乎外媒肯定 英美《每日电讯报》就将蔡总统的照片 跟纽西兰总理阿尔登和德国总理梅克尔摆在一起 刊出一篇《为何女性领导人在应对病毒疫情时如此在行》的文章 里头提到台湾继取SARS惨痛经验 在蔡英文带领下 实施包括封锁中国航班 颁布口罩政策等措施 还盛赞或许是蔡英文听取了她的副手 留心病学专家陈建仁的建议 拟定长期应对疫情的计划 蔡英文或许就是全世界应对疫情最好的领导人 我们就事论是该夸奖还要夸奖 那全世界里面台湾也真的是做得相当好 我想连蔡英文总统应该自己都可以承认 也可以肯定 这次的防疫绝对不是一个人的功劳 与其归功哪一个人的功劳 倒不如我们都要感谢所有台湾的无名英雄 蓝伟对英媒归功于蔡英文一人不置可否 认为防疫是全民努力成果 尤其意大利媒体共和报 也以一篇《失眠的医生》和PTT 如何拯救台湾 报道台湾疾管署副署长罗一军 12月31日凌晨因为失眠而浏览了免费论坛PTT 一则闲聊文章吸引他的目光 该文提到中国武汉出现一种未知疾病 引起肺炎的消息 进而让台湾警觉超前部署 民进党立委认为台湾对中共的警觉心是防疫成功的一大原因 这股趋势也在外媒报道中透露端倪 新唐人亚太电视综合报道